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是请到了香港教育学院的讲座教授陈过求老师来到我们的课堂上 他要给我们讲的题目是亚洲共同体中的香港文学 陈老师过去的研究是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文论开始的 可是后来也贯通到近现代以及现当代的文学上 这几年他对于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 享誉国际 而且有非常重要的论著的成果 以及编选的文集的成果呈现出来 而在最近这许多年中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精力 其实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香港文学大戏的编撰 那么这套文学大戏总共有12卷本 那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6卷本 那么这个对于香港文学的各种文学资料 那当然也是受到各界高度的瞩目跟推崇的 那提供了我们了解香港文学 非常重要的一套文献材料 那么当然这套选本出版之后呢 引起了各界的高度的瞩目 那陈老师呢 长期对于香港文学的关照 那当然也是受到各界高度的瞩目跟推崇的 那因此呢 今天我们请他来跟我们讲香港文学 我想是最恰当 而且这个最适合的人选 那相信他会带来非常精彩的演讲 那么今天呢 他要给我们讲的主要是集中在 对于香港的一条最重要的街道 也就是弥敦道的这个相关文本的讨论上面 那么在此之前呢 我们都让同学们事先阅读了 陈老师的一篇文章 《抒情在弥敦道上香港文学的地方感》 那同时呢 也让大家分别看了 《华盖的弥敦道抒情》 以及《静静的弥敦道》两个文本 那么今天陈老师呢 就要从地方感 意向等等这些个观点呢 进入带我们来认识香港文学 以及香港文学的地方感 那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精彩的 我们现在就以热烈掌声 欢迎陈老师为我们开讲 非常谢谢梅嘉玲老师 给我有这个机会来到台湾大学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我对文学的兴趣呢 是建基于我念高中的时候 我有一位老师 他把我 不知道害了还是帮了我 我以前是对文学兴趣没有那么大的 就是那位老师他教的非常非常精彩 所以呢 我就后来就受他影响 就对文学就越来兴趣越来越大 然后进了大学以后呢 就一直就往文学那边走 我那位老师呢 他就是台湾大学毕业的 他从台湾大学毕业以后 到了香港 就是回到香港来当老师 然后就给我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每次如果去香港 有些朋友来访问我 或者跟我谈什么的 我都会特别提到这个事情 我也没想到 有机会来到台湾大学 跟大家交流 然后我回去的话 我会再会跟我老师说 老师我到你的母校去演讲 你觉得高兴吗 好 起码我是觉得很高兴 今天跟大家讲呢 就是讲我成长的地方 这个香港的舆论道 的相关联的很多的事情 原来我准备一开始就 让大家先听一点的音乐 所以第一版里边 我刚刚就发现呢 就比较不容易在这边用 我再试试看 不然的话 当然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个引起而已 看起来没反应 那不要紧 因为这个不看也无所谓 原来我是用这个 作为一个背景的音乐 是一个香港的流行歌手 他唱的一首歌 那首歌呢 就名字就叫《迷顿道》 就是因为这样而已 这个《迷顿道》里边提到一些地名 这些地名呢 后面我会稍微触碰到 不过我们不要紧 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开始 我的这次跟大家的那个报告了 那先说一个简单的故事 就是从前就有一个 有一个小朋友 有个笨小孩 就是这个很笨的一个小孩 他呢就 他在那个成长的过程里边 常常会很担心 常常会迷路 不知道出了家门就不认路 这个很糟糕 然后呢 他的爸爸就跟他讲 小朋友不要怕 不要担心 那如果是你迷了路 你继续找 找《迷顿道》就好了 你找得到《迷顿道》的话 你就可以回家 你的家就在《迷顿道》的西面 你这样走下去就可以了 这个故事呢 其实也写在 写在这个 这篇文章上面 就是说 这个小孩的爸爸妈妈 其实是从南中国 从广东 就来到了香港 他到了香港的时候 其实广东 大家不知道对广东话 有什么的了解 广东话呢 其实是 我们一般讲广东话 就是说粤语 就是广州话 不过广东 其实很多很多的方言 就是说 一些地方里边的方言 其实跟广州话呢 其实差蛮远的 不完全懂的 所以这些 这位 这个爸爸妈妈 就是他们一群人 就来了 来到香港的时候呢 其实是 要面对整个语言环境 整个生活环境 非常不一样 因为在 乡下的地方 生活状态 跟香港已经一个 城市化的地方 不太一样 所以那边有 所谓的声光 化电 然后那位 当然是 那位父亲 其实也不是 那种非常乡下 不认字 不是这样 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也是 会书写的 不过就是说 他会 来到香港以后呢 他也一直 就用他的笔 可能他讲话 跟沟通 需要一个过程 才能够掌握 广州话 才能够在广州 在这个香港里边 跟一般人接触 要慢慢来 不过他的笔 就是可以 就把他的过去 把他很多的 那个记忆 就把他 一直在书写 然后 那个小孩呢 那个小孩呢 他就是 整个成长的过程 就是在 从父母亲 一个中国的文化环境 到了香港 然后面对很多事情 不太清楚 不太知道 然后呢 他又不认路 又笨 所以呢 他就要认路 然后那个爸爸 就会跟他说 你不要迷路 就像我刚刚讲 你要找 迷论道 这个笨小孩 这个笨小孩 就是我 就是我 我成长的过程里边 我爸爸跟我讲 就是说 你要认得 迷论道 从迷论道的话 你可以看到 你的世界 你可以走到 回到家 也可以往外 去探险 去冒险 我的探险 也是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去到书店 在书里边 就可以去看到很多的 我们说 从迷论道里边 我就数了一堆的 这些的书店 今天这些书店 很多都没了 到今天 很多都关门了 就是说 如果有同学 要到香港来的话 大概 这些书店 你都会找不到 不过这些 都是过去的 很多的记忆里边的 一些事情 所以 里边最后 我就讲到一个书店 叫广华书店 广华书店很有趣的 就是里边 就是旁边 就是卖棺材的 这个书店 就是里边 很多灰尘的 走到里边的话 你就觉得 好像走到另外一个世界 这样子 所以这个 我写这些 这段文字 是我写的 我是帮我一个朋友 他非常 他的书在台湾出版 前面的序 我就写了这些 我的记忆 我的记忆里边 主要是说 讲到一个米顿道 所以我就从这个来出发 米顿道 你在哪里 就是在我的心里 也是在我的记忆里 在我的历史里边 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讲 米顿道是怎么样的呢 在座 我不知道有多少 到过香港的 最近 因为听说 很多台湾的同学 因为我在 我现在在政大课做的时候 我们问同学 我到过香港吗 很多人举手说去过 所以我也看看这边 有去过台湾 不是 你们都去过台湾 好 到过香港的 举手好不好 都有一半 差不多一半吧 好 就是到过香港的话 应该没有人 没走过米顿道 我猜想 因为米顿道的话 我们看看这个图 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里边 我没有办法有刨破 我快这样看吧 这条路呢 就是米顿道 看到吗 这个 米顿道 这样一直走走走到 这个是尖沙嘴 香港就是这样子 香港是有所谓的 九龙半岛 这个就是半岛 这个部分就是 我 这个就是半岛 因为这个就是 对着那个海了 然后在南面呢 就是香港岛 香港岛的话 其实是香港岛的 北面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地方 如果是到香港的话 到中环 到铜锣湾 都是在香港岛的 北面 然后香港岛的 北面 再过了海 就是尖沙嘴 所以很多人到香港的话 会去坐那个渡人 一过就是尖沙嘴 尖沙嘴出来 就是这个米顿道 这个米顿道呢 就一直往北 一直往北 到了有一条街 叫界线街 界线就是boundary 一条界线 为什么叫boundary street boundary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一条界线 是香港 在以前给隔浪 给那个英国的时候 先是香港岛 后来是九龙 九龙的部分呢 就是以界线街 作为界线 就界线嘛 这个部分呢 是隔浪的 从界线街以南 以至香港岛 是隔浪的 就给了 然后这个界线街 以北呢 我们叫新九龙 在北呢 就是新界 那这些部分呢 是租的 租的年期 就是99年 99年这个 这个很特别 不是100年 是99 那99呢 带来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1997 1997以前的99年 就是把这个部分呢 就租给英国 所以我们现在讲香港呢 就包括了 那个隔浪的 那个部分 就是香安岛 跟那个九龙 那个南九龙 我们就叫九龙就好了 然后在界线街以北呢 就是新九龙 新九龙再过呢 就是新界 就是这样 大概是这种环境 新界其实是蛮大的 我们看旁边的那个图 你可以看到 这个的话就比较大了 这个是现在的 整个香港的地理 这个是香港岛 看到吗 然后呢 这个部分就是尖沙嘴 尖沙嘴越往 往到 大概到这边 就是大概到这里呢 就是这个 这个界线街 界线街以北呢 就是新九龙 就是租的 就是1997 必须还的 如果按照条约的话 然后再往前呢 就是新界 这些新界的地方 当然要还 因为是租的 下面的 这些街 以南 以至到香港岛呢 照道理呢 按照条约呢 南京条约 北京条约的话 是隔让的 隔让是永久的 是不用还的 那所以呢 1997 照道理的话 如果是 大家都有 那个合约精神的话 下面是应该 继续英国来统管制 然后呢 新九龙以北呢 就还给中国 这样就合法 合理 合情 不过 政治不是讲 不是讲这些的 政治是想 muscle的 你的肌肉 有多强 就是怎么样 所以 政治的结果 就告诉我们 这些 boundary 都是假的 都是虚的 这个猪 跟隔让 一样 我要拿回来 就拿回来 好 就是 所以呢 那个界线街 我看看 这条就是界线街 界线街 开始呢 你就看到 这个就是 米顿道了 从界线街 一直到 这个尖沙嘴 所以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 所谓的九龙半岛里边 最重要的一条干线 我小时候是住在 这个西面 这个部分 大概是这个部分 这也是靠海的 可以过 走不太远 就是以前有个码头 我就 我上香港大学的时候呢 就要坐船 然后坐船 每天坐船 然后到香港岛 然后呢 就再转公车 再上山 因为香港 香港大学在半山 所以 所以这个上学的历程 也是 现在也是不会 年轻一代不会有的 因为现在都过 那个海底隧道 然后呢 就不用管 我坐船 转坐车 等等等等 现在最近香港大学还 香港的地铁还到了香港大学站 有这个大学站 这个县 所以如果是有同学再来香港的话 要参观香港大学的话 就不用像以前要转车 什么什么的 一直坐这个捷运 这个地铁 就到那个香港大学站 你就可以看到 我的母校 好 这个 接线街就是这样子 它是从南到北的 经过其实相当多的区域 九龙的不同的区域 对我们最熟悉的 游客最熟悉的是尖沙嘴的部分 要么就是往前一点到油麻地的 我住的是旺角的部分 旺角在前面是深水部的部分 深水部的 你看就是说这个整条线里边就看到不同的经济阶层的阶级的人住 尖沙嘴的是游客的繁荣的地方 然后慢慢往前 游麻地也算是非常热闹的 到了旺角就一半一半 尤其是边陲的话 是比较草根的住的 然后呢就再往北了 深水部了 到今天为止还是香港几乎是最穷的地方 香港的那个平均收入最低的一个地方 就在深水部 里边比较残破 比较旧 比较败落 不过都是用弥顿道就把它连贯起来 所以你看弥顿道可以是超越了不同的阶层 就成为一条非常重要的干线 那弥顿道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因为弥顿而来的 弥顿是香港的一个以前英国统治的时候 的第13任的总督 这个港督 他就叫Sir Matthew Nathan Sir Matthew 那个Sir Matthew呢 他就是 他原来就是 到了到任以后呢 在香港就做了相当多的建设 尤其要开发九龙 因为香港最早开发 以前香港的首都 你听过香港有首都吗 香港有首都的 香港的首都就是叫维多利亚城 就是现在的中环 一般来讲呢 英国人呢就是会对香港岛比较关注 因为他们都是住在那边 他统治的地方都是在那边 那九龙呢 这个开发其实比较慢 九龙是比较旧的 然后再往北更是乡下了 等等 所以他其中一个是开发九龙的港督 然后他是对城市建设了非常下功夫 然后呢就九龙半岛呢 就是建了这条非常宽敞的一条的道路 这条道路建的时候呢 就叫罗边城道 罗边城道 这个罗边城道呢 因为香港岛也有一条罗边城道 所以呢 到这位先生他离开以后了 后来的那个统治者呢 就觉得这样不要搞混了 香港岛一条罗边城道 九龙又一条罗边城道就搞混了 所以就用这个开发的那位港督的名字 就把它改成那个Nayton 就是Nayton的话 就广东话就是雷敦 就比较靠近这个 那个Mathiel Nathan的名字 然后我们用普通话来讲 就是弥敦 弥敦道以前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今天你去香港的话 不会看到这些 不过呢 你现在来弥敦道 尤其从尖沙嘴那边一直看下去的 还是树还是算是比较多的 因为在香港看树其实机会不多的 尤其这个已经开发的地方 很多树都可以砍掉 现在尖沙嘴那边的弥敦道 还是会看到这个一些的大树 弥敦道其中一个 比较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那个大树的那种林荫 那种的给那种的感觉很舒服 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Robinson Road 就是后来的弥敦道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让大家看看弥敦道的变化 这个是一个画家 不过这个画家跟香港文学 如果是有兴趣对香港文学的 说不定会听过这位叫李维林 他是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来写香港的 来写小说的 然后原来他也是一位画家 他也是一位中学的老师 也是个画家 这个就是他当时画的弥敦道的一个树苗 这个看不清楚的话 再看这个 这个是五十年代的 五十年代我说这个大概从尖沙嘴往北 走了不太远就到这个游马地 这个是大概游马地 如果是同学到香港 往往去游马地 会去庙街 去什么的 去看看那些民间的音乐等等 你看这个以前游马地的话 也有这种非常古老的建筑 这些没有了 这个是中国式的那种 那种大屋顶的那种的建筑 现在没了 都拆了 现在的房子完全不一样 不过这是五十年代的 你看这个比较有趣 我就把这个找出来 就是1953年 现在那个Queen Elizabeth 这个是伊丽莎伯女皇 对不起我的普通话不好 我常常要翻译 要讲得比较慢 这个女皇现在还在位 是她很老 她的那个查尔斯 一直等她妈妈 等级的她都还在 所以真的很辛苦 她的孩子已经六十七十岁了 六七十岁 她妈妈还在 如果是她妈妈的妈妈 超过一百岁 她还要等 所以她登基的时候 是1953年 是作为那个英女皇 那个是香港会怎么样 就有这些牌楼啊 什么什么的来庆祝 还有一些电影里边讲 这很有趣的 有一个左派的电影 左翼的电影里边 左翼的电影 叫左翼是共产党 共产主义是反殖民统治 等等等等的 非常有趣的 有一个左翼的电影里边 就拍了很多这个 加冕的事情 然后呢 还是歌功颂德 对英女皇 讲到什么什么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 我们有兴趣 看香港电影 讲香港文学的人 会看看那种的矛盾的心理 究竟香港人怎么去看港英政府 这个是当时 当然是这些 有时候是那种地方的士绅来做的 这个是要逢迎 要吹拍 要拍马屁 这个也有 也有这种的可能性 好 这个是已经到60年代了 60年代的米顿道 这个已经是比较靠近尖沙嘴的部分 你看当时的汽车 已经有香港叫巴士了 这个Double Decker 就是两层的 双层巴士 我听有很多台湾的朋友来说 跟我讲说 他来香港一定要做一个双层巴士 尤其是在香港岛来做 因为香港岛它绕来绕去 绕到那些地方会 觉得很惊险 像这样做这种的 我们台湾不知道怎么说 叫Roller Coaster 叫什么 好吗 你们知道就是 这种Roller Coaster 他说像坐巴士就有这种享受了 所以他们会来试试看 这个其实当然是英国过来 我们到伦敦的话 肯定会看到这种Double Decker 好 这个是 我们刚刚讲的是 南部最南的尖沙嘴的部分 这个是最北的部分 通常是从这个开始 你看这个60年代的时候 还是有这种的建筑 还是相当的那种 Baroque的那种的风貌的 这个是电影院 电影院外面就会有这些大的那种的画牌 这样等等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这种电影院也没有了 那种的艺术 民间的艺术也没有了 这样画这种 这种画其实是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 还有没有 香港完全那些老工人已经不在了 所以这种技术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电影院是相当 当时来讲在那个 米顿道的北面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影 因为它是放西片的 我们叫西片 就是说放那个好莱坞的电影的 因为电影院也分等级 最高级的是放这种羊片的 再下来是放国语片的 最草根的是粤语片的 这以前都有这种的 语言上面的那种的阶层 这个是以前的60年代的时候 这个样子 这个到已经是今天 是2010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 同一个地点 不过完全不一样 现在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常去的 去里边所谓的那个慈善中心 还有联合广场 都是那种所谓的 香港人说很潮 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种说法 很潮的地方 那些中学高中生 而且大学生 就会去这边买最合乎潮流的一种东西 就在这边 我都不敢走进去的 你说那个阿伯你来做什么 这个就是这个部分 我说当然我小时候 这个电影院还在 所以我跟我的同学 约见面 通常是约在这边等 以前电影院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 在电影院外面有很多很多东西 卖零食的什么什么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所以我们就 当时我有一个娱乐活动 就是说在这边约几个同学 在这边等 等了就从这边一直往南走 就从在迷顿道 从一开始的那段 一直一直走到尖沙嘴 从尖沙嘴又走回来 然后就是最好的娱乐活动 这个是以前就跟现在不太一样 现在就手机就好了 那以前就是说在走路 走路的时候边走路 边聊天边讲话 然后边看什么事情 然后有就讲 然后讲学校的事情 讲看到的事情等等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种的活动 我就是从这边等到同学来了 然后就出发 现在我都不敢再来这些地方 这个是原来我要放那首流行歌曲的 就是讲到这个地方 这个信和中心香港的年轻人就很熟很熟的 以前是卖很多那种的CD啦 现在都没有 现在都不用CD的人嘛 卖那种poster海报 那种的电影明星 比方说那个什么 现在举例大家都不知道的了 那个三口白会 听过吗 什么松龙子 有没有 松龙子现在还有没有 还有吗 对吧 就是这些人就卖了很多的poster 那我在 我以前的学校的时候 我现在换了一个学校 我在以前那个学校里边 学生都会去买 帮我买一些很大的poster 贴在我的研究室的门口 就来对照一个非常古老的 我们叫老饼 听过吗 这个就是那种很古老的人 然后就对着一些非常吵的东西 就来嘲笑我 好 然后那个你看到这些六福啦 周大福啦 知道这些什么吗 卖什么的 珠宝的 金的 黄金的 现在开到台湾来了 听说 是吧 你看2010年的时候 这些就很多了 越看越多 当然它的对象 大家知道是谁 好 这个是彼顿道 彼顿道在2014年10月的时候 是不是非常不一样 就看到很多 很多的年轻人 你看到这些都是年轻人 你看 我请大家注意这一栋 这栋叫City Bank 台湾也有嘛 叫花旗银行 这栋呢 它在的地方 就是在弥顿道666号 666现在不好听 你知道666是什么意思吗 所以呢 他们那个花旗银行很狡猾 他就说我们是664号 其实是连着 应该是说 我们通常说这个是666号 不过他就说664不是666 不过不管怎么样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前面的 这个部分是弥顿道 这部分是弥顿道 看到吗 好 然后呢 这边是所谓的 阿街老街 香港有些地名念起来不容易 阿街老街 其实阿高街 阿高街是 翻成中文 就广东话 用广东话来翻 就变成阿街老街 人家就说 这个很老吗 其实 当然 也不是很新的 不过也不是老得不得了 现在都是很多年轻人 这条路上面也是 也是那个很潮的地方 就刚刚讲 其实弥顿道这一段 就旺角的部分 都是 都是所谓的潮流特区 那种的潮流的人 就会来这边 不过他这边 他们这次 不是来 买潮流 买潮流的东西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知道吗 然后这个也是同一个地方 这个也是那栋 弥顿道666号 City Bank 这个花勤银行 你看到那个巴士在里边 然后这些都是 年轻人也有 不同阶层的也有 里边你有没有看到我 好 现在这个弥顿道 也是弥顿道 2014年的10月份 你看到 这个可能看到没有很清楚 看到清楚吗 他在做什么 这个觉得校服 那个小女生 他在做什么 他在 对 他在打扫 弥顿道 从来没看过一个学生 在弥顿道打扫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这个是帐篷 他们在那边睡觉 这个是 这边有些人在唱歌 这个人是谁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听过 香港有一个歌手 叫黄耀明 听过吗 他就是黄耀明 来到这边唱歌 然后弹接他 当天下雨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艺术家 这个艺术家把他家人也带来了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小学老师 这个小学老师也坐在这边支持 然后呢 他在 去改功课 因为他还要上班的 这个是他当时这些 那些坐在那边的 过着他们79天的生活 的其中之一 然后呢 这个也是有下雨了 他们还是在 就打着 你看到现在黄色的伞 已经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 再看到就是12月的时候 你看到我们 保卫香港的英勇战士 你看到 这些你看 就是他们 当时就怎么去打这些学生 去抓他们 这些就是12月的米顿道 2015年1月 你看 珠宝店更多了 周深深 周大福 六福 我听说还有周六福 所以 真的 现在是很妙了 我看 现在 又是这么一个时候 这个都发生在米顿道 都在米顿道 米顿道就是这个样子 香港 大家知道我刚刚讲的 就是香港刚刚发生的一种的社会运动 那个社会运动发生的地方 不光是 不光是米顿道 有不同的地方 在香港 在香港的这个金钟 在这个 还有就是在铜锣湾 再来就是米顿道 通常一般人讲到这个会讲到金钟 因为金钟是人最多 媒体最关注的 不过最灿烂的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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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烈的地方 是在旺角 这个米顿道 因为旺角是一个不同等级的人 不同阶层的人都会在 那个地方从来没有想象过 可以有学生在那边 可以静坐 可以活着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地方 非常的 不同阶层的人都会有的 最 看起来也是最血腥的一个地方 这个流血最多的一个地方 不过这个地方就是我要讲 跟大家讲的一个米顿道 就是在香港 无论你怎么讲 摸不去的 就是说 我是说这个 可以看到很多香港的 Destiny 它的命运都可以感觉到 更何况 对我个人来讲 这条路就是我 以前天天走 天天走 而且呢 是跟同学在这边一边走 一边走 这边聊天的地方 不过当时没有周深深 没有六福 周大福这些 好 我们还是讲文学 文学 我就有两篇文 文学作品 其实刚刚 梅老师就跟她讲了 已经早就发给大家 我希望大家有看过 这两篇文章写的时间是不一样 最早的那篇是 他用的纪年月的方法 很具体很清楚 说中华民国53年 就是1964年 60年代的 10月16号 在中国学生周报 中国学生周报 是香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神话 因为你会发现受他影响的人很多很多 而且呢 他的那个 就是这个 大家手上可能都会有 这个是原样里边把它剪裁出来的 就是当时就这样去 受的很多很多学生 那虽然是学生 不过将来他们就是变成 很重要的香港文学家 都是从这边过来 我们熟悉的 如果是大家对香港文学熟悉的 都会听到他们常常就说 我是看中国学生周报 受了很多很多的影响 那我不是文学家 不过我也受他影响 因为我们学校里边就有 我们到图书馆里边就会去看 那然后同学也会凑起来去买 然后大家互相传阅等等 所以我们都受到那个中国学生周报的影响 好 然后另外一个作品呢 就是也是在报上把它找出来的 这个原样是这样子 大家应该也 我也传给了大家 应该手上应该有 这个作者叫 糟糕怎么念 这个是念经是不是 因为广东话差很远 广东话是 它又在明报上面就发表了一首诗 这首诗 这个明报也是 香港算是能进学校的报纸 你知道香港的报纸 有些是学校不让它进的 比方说像苹果 以前呢就不让买的 不过现在是什么都可以 不过像香港有些比较通俗的 像苹果 东方是老师觉得不欢迎的 以前 今天也没有这种禁忌 以前会买的报纸是什么 就是星岛 明报 明报呢 当然它因为跟那个金融有关 所以呢很多人都知道明报 金融是畅办了明报 明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通俗 它比那个苹果更通俗 而且有点色情的那种红色的 这一点呢就后来苹果是继承了金融的那种的品位的 后来当然明报到这个报纸 到今天来讲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 也不再是金融的底下的报纸了 它已经卖给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资本家 所以现在 而且现在也变得很快 它现在会比较跟这个官方 因为它老板要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这个是明白为什么它有这种的做法 不过这个报纸呢还是现在知识界比较重视的一个报纸 它这个诗就在上面发表的 所以你看到这两个报纸 其实在代表了香港的文化其中的一种的面貌 两篇文章 一篇是我说是六十年代写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二十一世纪 二零零一年已经超过了二十世纪了 两篇应该是差很远 对不对 不过呢 那个在二零零一年那篇 那首诗也是讲六十年代 所以就有趣了 一个是六十年代的人写六十年代 一个是二十一世纪的人讲六十年代 我们就看看这两个 先看这个六十年代的 米顿道抒情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大家手上都会有的 它就是一个版面里边就把整篇文章都放进去了 这个里边它有标题 我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它标题是 用普通话我要想 龙师对不对 是念师 龙师和鹅 然后是红棉树 它就有这些 然后是马和螳螂 然后这个也不会念了 沙什么 尼 沙尼 OK 沙尼 允还是运 允石 然后抽象化 然后呢就是爱情无价 与贝多芬 这个是他在这种出版的时候 他在面试的时候 他去看载的时候 他这样写 你知道这种的命题的方法 跟我们写文章不一样 我们写文章是说 那个标题是来说明那段 大概会围绕什么 下报纸的标题在香港 不是这样子的 它不一定是要 把整段的内容总结 反而是它要吸引你 吸引你 你会看这段 所以它的用法呢是 不是那种 我们写文章的一般的 那种标题 下标题的方法 所以大家看这些文章的时候 注意 所以其实它 看起来是用一些意象 里面它会特别讲到 某些的意象 内容其实 还是我旁边写的 就是我看到 它主要讲的那个内容 比方说讲 那个龙丝和鹅 其实在讲巴士 讲香港的公共汽车 公车 然后跟车的那个 来来往往 然后红棉树 其实不讲红棉树 等等等等 这些就是 我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好 那一开始文章里边就提到说 诗情画意 弥顿道上面有诗情画意吗 有没有 你看华盖就是那个作者 这个作者是谁 其实现在 我还在追查中 我猜是谁 不过现在还没找到 非常非常正确的那个证据 然后我问了很多人 问了很多在中国学生周报 曾经工作过的 他们说 不太清楚 是不是他不告诉我 我就不知道 不过我猜是某一位 姓吴的那个编辑 不过他就是 中国学生周报的编辑 那这样讲的话 中国学生周报 怎么讲呢 他的 他的社 整个报社的那个地址在哪里 我就告诉大家 就在弥顿道 666号 五楼 所以我就刚刚为什么提醒大家 去看那个花旗银行 这个花旗银行的那个 在落的地方 就是 中国学生周报 中国 香港文学的神话的发源地 就在那个地方 同一个地方 我们看到 雨山运动 同一个地方 我们看到中国学生周报 这个是相当有趣的 华盖 是一个从中国大陆 移居到香港的 他是从北方过来 跟我父母亲不一样 我父母亲从广东过来 他们是从北方 到了香港 其实当时 50年代以后 1949年以后 很多人就从 陆续从中国大陆 移居到 不同的地方 有些到了台湾 有些到香港 他们来的时候 没想过会再停那么久 对香港没有归属感 因为他准备 希望事情一安定 环境没有什么特别的话 他们就回到他家乡 回到他熟悉的 那个 祖国去 所以来香港 其实是一个避难的地方 过去的香港的历史 也是这样 往往很多 中国比如说抗日战争 跟日本打仗的时候 很多人跑来了香港 过了事情 就回去 然后是国共战争 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 他们又来了香港 打完仗以后 左翼的人就回去 报效祖国 就赶快回去 那些受不了共产主义的人 就跑来香港 跑来台湾 他来台湾大家很清楚 他要反共扶国 对不对 在香港的 英国人不会帮他扶国 他就说 看到时候 安定的时候我就回去 所以香港 他大概没什么感情 很多都是这样子 华盖就是那种 北方来的自治分子 然后他来了 他其实是 用他江南的一种的想象 他是一个 大概是一个江南人 就在 我们说北方 香港人说 所有香港以外的人 广东以北的 都是北方人 不过中国不是这样说 中国是用长江来说 不过香港人就说 都是外省人 都是北方人 这个北方人 其实是南方人 他应该是生活在江南一带的人 他来到香港 他会想象 我有没有机会 是握对松涛 我可以 在那个 听松树的声音 松树一大堆的松树 给风吹的声音 有没有可能 他是说 在香港 可能要在一个安全岛 香港 台湾是不是叫安全岛 过马路中间的那个部分 叫安全岛 你可以在这边 稍微停下来 他就说 我能不能去那个地方 在安全岛里面 去看那些大厦 招牌 等等 能不能像一个古代的 那种影视 这样子 好像不行 不行 不可以 所以他六十年代的时候 他就是看到香港 是一个城市 是一个跟他脑袋里面 比较熟悉的家乡田园 那种的风味 非常不一样 然后旁边我们举另外一个 如果是对中国现代文学 有兴趣的朋友 说不定会听过的 这个叶灵凤 叶灵凤是 所谓新感觉主义的 新感觉派的一个小说家 上海人 上海人 然后他也是在这个四十年代的时候 就来了香港 其实1939年就来了香港 来了香港以后 他就一直停在香港 后来对香港的 写了很多关于香港的 那种的考证也好 水笔也好 等等 很多人不知道的 有关香港的事情 都是这位叶灵凤 就把他第一个 或者最早的其中之一 来描述的 所以现在研究叶灵凤的人蛮多 他就是对当时 1962年的时候 跟华盖 其实差不多时间 他就已经在讲香港 他就说香港 今天在做什么 一直在开地 在这个田海 然后就拿出来拍卖 各种各样的事情 好像是一直越快越好 等等等等 一点都没有机会 没有时间 去讲诗情话译了 所以六十年代的香港 已经没有所谓诗情话译 诗情话译这种说法 很简略的 很多人就说 我们要抒情 抒情就是风花雪月 诗情话译了 等等 那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香港哪里有可以抒情的地方 然后那个华盖说 弥顿道抒情 弥顿道怎么抒情 这个一点都不田园风貌 一点都没有诗情话译的 那怎么办 你看华盖怎么去面对它 它里边文章 我们看到第一段 就讲到那个巴士 讲到那种的巴士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是比较老的巴士 当时还有这种的交通警察 在指挥交通 哇太快 让你看到这个不好 应该是前一张 这个对 好 你看到这个 这些都是交通警察 这个是半岛酒店 如果是大家到香港 很多人就说 来看看殖民地的下午茶 是怎么样 就是来这个部分 你就付大概 现在是四百块吧 四百块就吃一个下午茶 不过要排队 排好酒 不过很多人都愿意 带着钱去排队 不过有些人就请费用牌 排了到时候 他就去吃 好 大家有到香港去排排看 好 这个是米登道的 路以前的巴士等等 他这种巴士 他用什么来形容他 就像鹅 他觉得是像鹅 饶饶百百的鹅 这些是非常像田园的那种的比喻 然后呢 他一个是说 他像那个傲慢的鹅 很滑稽的 然后另外呢 他又想到 那些灌溉满精华 就是说 好像那个 就变成是一种的 以前的古代的那些官员 是上金色到那个京城里边 穿得非常漂亮的这样子 所以他说 对这个巴士 他有不同的比喻 一个是 人的比喻 是灌溉满精华 另外一个是像鹅 鹅是更有田园的味道 然后呢 车是挤在一块 星罗旗布等等 不能动弹 就像一盘龙狮 原来是让大家意外一下 不过刚刚已经透露了 大家看到 龙狮知道是什么 台湾有没有 台湾有这种吗 这种 这种就叫龙狮 我们叫 我们另外一个说法 就叫水蚱蚱 知道蚱蚱是什么吗 蚱蚱是蚱蚱 它是水蚱蚱 我们就说 这个水蚱蚱是很好吃的 非常 蛋白质非常丰富的 然后当时就很多人就在吃这种东西 然后炒的话就很香的 所以香的时候就叫 蚱蚱蚱蚱蚱是广东话的一种说法 味道很好很好 我们叫何味 何味龙 我美龙 所以我们又用叶灵凤 叶灵凤他是上海来了香港 也看到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他觉得好奇怪 所以你看他 这个是他的描述 他说一种叫龙狮 就是这个晚上里边飞来飞去的 飞来飞去的话 那小孩 你看到那小孩 就是不回家做什么 就去抓这种的龙狮 抓从水里边就飞起来 然后抓到他以后呢 用灯来吸引他 抓到以后呢 就拿去炒 拿去给人家炒 炒出来就是何味龙 想吃吗 还有耶 你要来香港啊 香港就可以吃到这种 不过我都不敢吃 据说很好吃 我妈不让我吃 好 所以呢 现在还有的 你到香港 你去上香港 如果到香港的话 他有一个网站 叫open rice 听过吗 叫开饭 是不是 没那么快 好 开饭 就叫open rice 那个网站里边会介绍 你说我要吃那个龙狮 或者何味龙 你就再往点进去 然后你就找 就可以找到了 不过你看那个叶灵峰 他不敢吃 叶灵峰说 他把它当成一个养来看看而已 像那个养水族一样 所以叶灵峰还没投入到香港来 好 然后他另外一段就讲那些招牌 香港的招牌 现在稍微不太跟以前没有那么夸张 以前那些招牌都是路两旁 都是横横的伸出去 这边这边又伸过来 然后两边的那个招牌好像要碰到一样子 所以你看到这边的这个例子 你就看到这些招牌都是这样横的伸出去的 很多是这样子 然后他就用比喻 他就说像那个木棉树 那红棉树 红棉树台湾也有嘛 对不对 我们也叫英雄树 就是说它的那个骨干就非常挺直 然后会两边伸出去这样子 他用这种的比喻 就是也是用一个田园的这种的比喻来讲 一个城市的像这种招牌 那些我们也举了一些招牌 然后除了一个用这方面以外 他另外一个比喻也蛮有趣的 就是下面 有去过吗 有看过吗 看肯定看过 很多图像里面看过 有没有人到现场去看过 如果你到那个梵蒂冈 罗马里面就会常常一定会排队 就进去那个教堂去看看 我看得蛮辛苦的 因为他在天上很高的地方 不是天上 天花板的那个 很高很高的地方 你看到那个井都非常累的 他主要是讲这个 他的手 你看 就是这边是那个宗师 然后这个 不是 这个是上帝 不能讲宗师 讲错 讲错 这个是神 上帝 然后呢 这个就是Adam 就是那个第一个 人类第一个 就是那个阿当 阿当 他们他的两个手就差点要碰上 这样子 他就觉得用这个来 你看两个比喻非常不一样的 一方面是用一个农村的 乡下的 香蕉的 田园的 你看就是这种 你看到他用的不同的比喻 来去讲他的 他看到了 从弥顿道里面看到的那种的景象 好 再下来 下来他 你看到他里面讲 弥顿道的 讲到一些女性 从他看到的 深光 那个应该怎么讲 形象 看到的形象 比如说巴士等等 然后就看了 录像的人 然后录像的人 就会吸引他的那种 就是女性 女性是怎么样的 我就 现在是 其实让大家看看 其实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这位格兰 当然是 香港一个很有名 香港的电影 你说你看过 我就很高兴 在台湾也会 不难看到 是吧 应该不难看到 这个是黄天灵的导演的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里边就 其实里边那个女性的形象非常非常突出 然后呢 他 你就看到 听他刚刚唱那种歌词 你看他是哪一种的 那种的 或者说那种思想 那种的心态 来去面对 这个社会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 他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演员 然后那个黄天灵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导演 他有一个儿子 也是导演 这个导演呢 就拍了很多电影 说不定台湾人会看过的 像比方说 那个赌神 比方说 什么 知道吗 知道那个是谁吗 谁导演的 香港另外一个 非常有名 不过初熟的 低熟的 不得了的一个导演 黄金 黄金就是他儿子 黄金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所以要跟中文大学宣传一下 好 我们再看 他就是说 有对城市里边的感觉 包括对那个女性 你看文章里边 他会讲到 其实当然我现在是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把滑盖的一些感觉 把它讲出来 他会讲到那些女性 她穿的衣服是怎么样 有些穿的非常的 很少的 什么很清凉 台湾的说法 然后另外呢 她觉得好看嘛 有些是好看 有些不好看 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就是说 把这种的非常 sensuous的 非常感性的那种部分 感觉 从感官里边的那种的感觉 把它写出来 这个就是他部主 这个城市 他怎么去看一个城市的时候 这些是成为他的一部 另外呢 从这个部分呢 你看到慢慢慢慢的 越来越抽象 从具体的交通工具 路上的人 用不同的比喻 然后再带下来 讲了讲了 就变成是光 颜色 声音等等 他比方说 他用的那个几个 很有名的说法 是light heat power light heat power 这个其实是 矛盾 写子业的时候 写上海 那个城市的一种面貌 用这个三个字来讲 然后他也引用了这个 然后就说这个 你看整个梅顿道 就看起来都是那种的光 那种光影 不同的颜色 等等 然后他慢慢慢慢的 这种已经不是具体的 他看起来像一个抽象画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 他这个文章里边的那种的变化 然后从白天讲到晚上 讲到那个光影等等 就是说他文章里边就把两种音乐 把它对照 你可以想象 他会比较欣赏那个Bethoven的 对不对 他会对Beatles受不了 当时那个中国学生周报 做了一系列的讨论 就是说访问 访问一些老师 访问一些学生 访问不同的教会人士等等 就问他们怎么去看Beatles 看Beatles 他们就表示当时很多人 还是要面对这种西方的浪潮的冲击 然后香港作为一个西法的城市 他很直接 马上这种潮流就来了香港 然后呢 怎么去面对他呢 然后他就用举例 就另外 哦 月光曲 你猜想他会选哪里 照道理不是应该那种的 Moon Night Sonata 会比较靠近他的那种的想法吗 不过你发现他觉得 你看到文章里面 他不是这样写 他觉得 Beatles才是弥顿道的声音 Beatles才代表弥顿道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一种的变化 好 这个是Moon Night Sonata 这些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不需要慢慢讲 你会发现整个文章 他的写法呢 其实是说 他当然是用比喻 用相当多的比喻 比喻呢 当然是比喻 很重要一点 就是有一个像 所谓的意象出来 有一个image出来 这个image本身 就是经过一个选择以后呢 到最后呢 就是他的那种情感出来 他要表达的那种意味 他的情感是怎么来的 好 你看到他前面的那个比喻呢 都是松涛啦 最早是 就是都是花香啦 讲树啦 这些都是所谓的 诗情画意里面的那种的像 然后再来呢 他就是田园上面的 可能是他熟悉的环境的 鹅啦 龙狮啦 那些马啦 螳螂啦 这些都是一些属于这种的 非城市的一种的生物 然后下面呢 那种的宗教上面的 十字架啦 上帝啦 阿当啦 等等等等 里边又讲到神父啦 修女啦 等等 所以这些 你看到他怎么去铺排他的意象 然后里边 慢慢又讲到那个女人 女人当然是 如果是我们用非常批判的那种态度来讲她的话 他其实是把她物化的 他就看到那种的表象 没有是真的是走到那个女性的那个精神世界里边 他不是走这个 他就在讲那种表面 我看到的女性代表的那种的意味 然后这个就越来越 就从这个具体的事物呢 就变成一种的抽象的光啦 影啦 声音啦 等等 然后到最后呢 这篇文章最有趣的地方 如果许大家手上有的话 你会看到最后一段 他就说 我用普通话不会念 他说明论道 你是单于肉欲的 但我爱你 就像我爱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到后面呢 就是最后一段 最后一句了 就是说 明论道啊 你是神采飞扬的 我爱你 所以你看 究竟他对 我们讲那个抒情的时候 是讲情感 讲那个情之所踪 那现在他讲爱 那个爱跟那个情 能连得上吗 然后这种爱 究竟是情呢 还是欲呢 还是欲望呢 等等 究竟是哪一种呢 我用他的结尾来 回头再讲这个文章的话 你就会发现 整篇文章呢 其实是 如果是用现代的读法 是相当有趣的 因为他非常不稳定 很多很多的对立 这种对立里边 他是犹豫的 他是有自然跟人工的 有城市跟田园的 有现代跟古典的 东方的西方的 他站在哪里 你会猜想 六十年代的人写 不是应该清清楚楚的 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什么 我不喜欢批判什么 我们要比较现实的 比较实质的 尤其他在学生周报里面讲 更要健康的 对不对 你不能 现在我们的课本 都是比较健康的 有没有 尤其中学的 大学里边就不太一样 中学的 成年人都觉得 那个中小学 应该要干干净净的好 那这样 究竟他是站在哪一个立场 我觉得是有 非常模糊的一种的情况 其实 传统的那种的 抒情的那种的风味 在这篇文章里边 你会看到那种颠覆 他有改造 其实到最后 他说我爱你 然后命题 命这篇文章 叫弥顿道抒情 他其实就把抒情 整个内涵 整个意味呢 就用城市的 那种city 那种城市的那种的立场 来重新再思考 原来他应该是比较靠近 这个传统的抒情的 不过他来到 弥顿道666号 他天天楼下 他天天下面 就可以看到 那个车水马龙 就看到那么繁荣的一个城市 他怎么去面对 他眼前的世界 我觉得这篇文章 就看到那种的 那种的曖昧的地方 然后终于 他就是留在香港 终于他就要 爱上这个城市 他原来是应该 非常非常抗拒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来了香港 就把这个香港这个地方 变成他爱的一个地方 所以看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看到 那种的意味里面 好 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 他对城市生活里面 他应该是非常非常抗拒的 不过后来你看到 好像他表示说 我爱你 当然他爱 他讲爱的时候 是不是都非常正面的呢 还是说什么呢 这个是让大家来思考 这个是中国学生周报的 所在的地方 他讲的迷顿道 好 我们就赶快要去讲 剩下不多时间 讲另外一首诗 这个是金晶 这个金晶的迷顿道呢 它就是 这个是金晶的样子 他就是 不让你看清楚他 不过他的样子 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一个老饼而已 我现在在找我的文稿 这个 他的名字叫叶辉 他现在 他其实在香港 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 他的经历 他读书不算很多 他没有进大学 中学好像也没有念完 不过呢 他的 他的整个的那种的思考 的深度 不会比那些大学的教授会差 他是非常用心去看 去接受不同的那种的 那个文化 以及各种思想的那种的来源的 然后他也的经历很丰富 他这些都是诗刊 罗盘 大拇指 蚯蚓 这些都是香港比较重要的文学的刊物 不过呢 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当个报纸的编辑 比如说 现在在城报 这个城报 曾经在香港 是一个非常通俗的 曾经是销量很高的 现在是卖不了 都卖不过苹果 所以 不过他现在 他是总编 这个是找到他的 唱作 其中有一个比较有趣的 是说 他寻找国民党父亲的 共产党秘密 所以这个是他写的小说 我没有问他 没有问他 究竟你的父亲 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反正就是有这个说法 他的 我曾经写过他的 评论集的评论 这个书写浮沉 所以我对他的看法 他都很清楚 好 《弥顿道》 就是这一首诗 《弥顿道》 这首诗 很比较长的 那 我看时间 我要 本来我应该 一般来讲 我上课的时候 我请同学念一次 给大家听 不过我想 我用广东话念给大家听 好不好 因为 叶辉肯定 那个精精肯定 是用广东话 来想他的问题的 里边也有一些广东话 看大家看不看得到 走遍尖沙咀 他找不到火车站 天空旋转月露 他们围绕如常 听他细说 黑白的 尼敦道 到留着 伊士曼的 一九六一 不舍就夜的 细水年华 他说 那时他学裁讽 在下游的 美丽都大厦 干四百小时操活 月底才向师傅 请半天假 带三十块钱 回上游的老家 他可没有告诉他们 半夜爬起床 借危红光线 用隔夜收藏的布睡 剪裁偷诗学董的时装 吸七衣的羊娃娃 七衣呢 他说 钉猪片嘛 在上游的深水埗 他们在皇上皇 吃一客常餐 在新华戏院排长龙 买三日后的九点半 然后 七衣去旺角码头 搭船送货 他到医局界 替师傅轮丑 气票呢 他说 放在银包 连同他和七衣的合照 师傅的挂号 都吸文着 爬走 警察先生 送他上了救护车 窗外流过 落工器院 车里过库 他说 七衣嫁了人 师傅过了身 尼敦道 好似一世流流长 忘了那间戏院 上演梦断城西 窗外流过黑白的 一九六一年 流过平安大厦 油麻地戏院 币家伙 他说 几点钟流 差点忘了 吸七衣 买商网年容 都流情话 老凡叫我落车 我就用广东话来念一次 其实下面 我原来是有那个YouTube 有叶辉的念出来的 叶辉他原来 我觉得我念得比他好 所以我就不让大家听 叶辉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相当 相当特别的一个诗人 香港的一个文学家 他的身份 正正地反映了 香港的文学的 就生存在那种夹缝之中 就在不同的环境里边 如果是你对文学 还是有信念的 你还会 文学还是可以在城市里边 伸出他的花朵出来 叶辉是其中一个例子 那他的那个 整首诗又讲什么呢 他就在讲迷顿道 这个迷顿道是什么的迷顿道 哪一个时候的 1961的迷顿道 不过这个1961的迷顿道 是在2001年的时候写的 你看到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那个 前面 对 一开始他说走到尖沙嘴 他找不到火车站 尖沙嘴火车站 是老一辈的记忆里边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因为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关联 就是有一条铁路叫九广铁路 香港人叫九广铁路 广州人叫广九铁路 就是从九龙一直开到广州 这个是在二三十年代 上世纪二十三年代建成的一条铁路 就把中国跟香港的那种的关联 把它贯通起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的历史的记忆 不过他说他走到尖沙嘴 找不到尖沙嘴火车站 现在的你到香港的话 没有的尖沙嘴火车站 你就看到要到鸿看去 鸿看火车站 然后从鸿看再到大陆去 就不是在尖沙嘴了 然后他说天空旋转如木 普通话就不行 他们围绕如墙 这些如果是你到香港会看到 会是怎么样的呢 等一下再给你看 然后他听他说黑白的梅顿道 梅顿道怎么是黑白的呢 因为在他记忆里边 有一段黑白的部分 然后下面伊斯曼 伊斯曼是彩色 这个就是从黑白的电影 到伊斯曼是以前电影的一种的色彩 是那种的一种的技术 这种的技术是早期的电影 里边说我们看电影的广告 都会说我们这个电影 是用伊斯曼七彩 七彩就是很多彩的 就是当时的一种的记忆里边 有色彩的记忆 然后他是倒流着 1961年的伊斯曼 其实就是他的记忆里边的颜色的变化 然后他不舍昼夜 这个肯定知道 大家知道这是孔子说的 这个是水如丝乎 不舍昼夜 这个孔子在村上约 就讲这个 是水年华大家知道 然后他就讲他以前是怎么怎么怎么的 然后你发现他是他 听他 然后有一个他们 有一个他 他们是那些小孩年轻人 他就是一个老人家 老人家在回忆 他找不到他的火车站 然后他以前是怎么样呢 他跟这些他们是说什么话呢 我们就会看到 这整个整首诗的设定的那种叙述的框架是这样 好 我们就看看这些 这个是尖沙嘴火车站 我觉得好漂亮 现在没了 真的香港人就是这样 香港人是没有记忆的 记忆就给拆了 如果是有这个多好看 现在我们到世界 欧洲很多城市里边 看到有这些 一定会觉得真而重之 觉得哇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香港没有 现在大家有看到这个吗 这个 这个有 就剩下这个 如果是你到尖沙嘴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 什么 现在没有班 现在就是像一个 Felix symbol 一个洋具一样 这样树立在这边 旁边是什么 就是这些都拆了拆了拆了以后了 剩下这个 这个是大家到香港会看到的 有没有去看过 这个香港的太空馆 这个像什么呢 坟墓嘛 整个是坟墓嘛 所以那个叶辉就讲 叶辉就讲说 走遍天天沙嘴 找不到火车站 然后他们 天空旋转如墓 就是坟墓 对不对 他就看到就是这样 天沙嘴火车没了 看到的是坟墓 坟墓代表了什么 很多东西埋葬在里面 很多东西就没了 已经离开这个人世了 他们围绕如墙 就是什么 就是下面的这个部分 这个 其实 就是这个部分 如果是你再去的话 这个是文化 叫什么 文化中心 这个 香港文化中心在这边 下面那些就是 一排一排的墙 你走到里面 就好像很多很多的围墙 香港的那种城市设计 就是这么一个 很糟糕 很封闭的一种 要么给你一个坟墓 要么给你一只围墙 这个就是 香港就是这样 好 这个是比较远景 你看到 这个 这个就看到了 这个就是现在剩下这个 这个就是围绕如长 如墙的那个就是这个文化中心 这个是坟墓 看到吗 我们另外一个说法 是一个菠萝包 这个是比较好说的 正面一点就像咬它一口 不过是坟墓 这个是尖沙嘴 我觉得真的太可怜了 这个 你看这个洋具在这边 原来是这么好看的一个 一个sublime的风景 现在就没了 好 他在讲到的就是过去的一个 现在这个是油麻地电影 戏院 他们叫戏院 香港叫戏院 就是很多时候有上瘾 这个地方戏 或者说电影 不过通常是电影为主 这个油麻地戏院 现在还在 不过已经重建了 还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这个地方 大家到香港可能会去看看 或者说你看香港电影 曾经常常会出现的 因为旁边就在这个地方 就没看到 这个部分 这个油麻地戏院 这个部分就是香港的 叫果兰 听过吗 油麻地果兰 果兰是香港所有的警匪片里边 常常出现的砍人 那个流血 什么什么的 就在那边 非常灿烂的生活在那边 所以 油麻地电影院就是这样子 有一阵子 这个电影院就专门放 这个三级片的 不过这个现在看到这个不是 这个是 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这个电影叫 最佳派档 听过吗 许冠杰跟那个光头的 忘了叫什么名字 麦家 对对对 麦家 麦家跟 Samuel会 这个许冠杰 其实也是一个相当传奇的人物 他香港所谓的 Kanto Pop 广东曲 他就是 一般就说 从他开始 他是香港大学 是我的学长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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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那个 整个 那个大学的生活 跟他后来的 这个路的走的 其实有很多的关联 我觉得 有人研究 许冠杰的话 可以 可以看看 好 这个就是一个电影院 是比较 属于那种的 草根阶层的 一个电影院 另外 这个乐宫 是 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非常 是放洋片的 放好莱坞的 好莱坞香港叫 河里活 河里活 这个电影院里边 就以前放过一个电影 就叫台湾 不知道怎么叫 叫West Side Story 就叫什么 中文是什么 西城故事 香港比较文艺 香港这个就翻成 梦断成西 听过吗 没听过 梦断成西 你就会看到 这个 这个上面的 上面的 忘了哪个 戏院上瘾 梦断成西 就是讲 这个West Side Story West Side Story 就是 West Side 就是成了西面 所以 在那边的 故事 这个故事 一个梦断的故事 你看香港的电影 会这样子去翻 香港其实有人 研究过 香港的电影 的片名 那些洋片 怎么翻成中文 其实香港的 翻的那个部分 尤其在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非常非常有趣 很 很示意的 不是四言的 成语的那种的 架构了 就是七言的 七言绝句 七言律师这样子的 你会看到有 芙蓉 藏 暖 渡 春宵 听过吗 这个是三级片的 一个名字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 我说 比方说 凤竹烧残 味肝 什么的 那种 那种用 李商隐的 那种诗来改造的 很多很多 这个是因为 香港当时 有一大批的 蝴鸦蝴蝶派的人 在香港 他们的 他们的生活之一 这个部分 就是做这种的 帮电影里面 改名字 写电影的故事 等等 然后在香港 会加入流行文化 所以香港的流行文化 跟传统的文化 有一种非常奇妙的 一种结合 又跟香港 那种非常西化的 洋化的 一个 就混在一块 这个是香港的 其中一个 比较特殊的地方 好 所以你看到 他就是讲了这些 都是他的意象里边的 香港 然后我就用了 那个迷顿道的地图 他讲过就是这些 从深水部 就我刚刚讲 是香港最贫穷的地区 他这个老人家 他小时候的时候 就学做 这个我们叫 学习宅 就是去做那个学徒嘛 学徒他就在 在尖沙嘴 学做那个西装 洋服 因为以前在香港 做洋服是 有他的传统的 因为很多洋人 来了香港 就特别到尖沙嘴 去定造他的洋服 很多英国人 尽管英国人 不在英国 做他的西服 他会来 跑来香港来做 所以 这个尖沙嘴 现在也还有 大家如果是到香港的话 去到尖沙嘴 去看看 还有那种洋服店 在里边 是不是以前那种 老师傅 就很难讲 他们就在 他那个在学 他以前在深水部 然后呢 他 工作的地方在这边 上游是他的家乡 这边是他工作的地方 然后他的爱人 他的初恋情人 七一也在这个深水部 他就在讲 这不同的地方 他提到那个 琼华酒楼 现在没有 那个酒楼没有了 以前是很有名的 一个酒楼 他是卖那个月饼 莲蓉月饼 广东的月饼 很有名 然后那个电影院 然后黄上皇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好像广州有 现在 这个是卖拉味 还有做一些食物 做西餐 开餐厅等等 这个乐宫 我刚刚讲的 是放羊片的一个地方 很高级的电影院 然后呢 美丽都大厦 现在还有 就是那个 学徒 在那边工作的地方 然后这个天文馆 然后那个尖沙嘴 这个是以前的火车站 你就看到那个上游 下游 就这样去 他用上游 下游 其实 其实很奇怪 这个明明是陆地 不是河流 他用这个 用河流 用水流 来讲 他的那个记忆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种的 用水来讲记忆的话 当然会跟时间 从孔子下来 就会把水的流动 就变成一种 时间的流动 他就用这个方法 来把他的回忆 他的记忆 把它带出来 他其实在追忆 他讲他的风景 建筑 然后 也提到他的生活 就是做一个学徒 然后在裁缝 然后那个七一做的 然后有一个非常含蓄的爱情 这个故事根本 不会很浓的一个爱情故事 他究竟最后是怎么 也没办法 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那个七一 已经嫁给别人了 那现在的什么都没有 他找不到火车站 现在找不到火车站 已经没了 然后像一个坟墓一样 像围长一样 然后呢 过去了 都是不舍昼夜的 细水年华 然后有一句话 这个一世人流流长 这个是广东话 我们老一辈的人 常常会讲 一世人流流长 就是一世人 就讲人生 就讲流水一样 一直这样流流下去 算是人生的漫长的这种的说法 所以这首诗里边用了相当多的粤语 广东话在里边 然后这种粤语呢 其实带到那种的六十年代的 当然这种粤语现在不讲了 现在年轻人不讲 一世人流流长 现在年轻人都不会说这些 不过就是把这个部分 把它连贯起来 然后我们看这首诗的 他会觉得 你会觉得呢 他人物的身份里边 其实就包括了那些 大时代里边的小人物 然后情节呢 里边就是说 他的给文 怎么念 这个缺还是 缺 缺是吧 文缺 看到这个字吗 他的合照 银包 就是那个 都什么什么 都给文缺 念缺对不对 缺 文缺是什么 就是扒手 杜琪峰知道吗 杜琪峰香港有个很好的导演 有一个电影就叫文缺 这个电影不是很卖 不过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 很lyrical 很抒情的一个电影 杜琪峰你说他抒情 你觉得奇怪 因为杜琪峰是很火爆的一个导演 讲警察 那个黑帮什么什么的 他这个也是讲那个 扒手 整个电影就讲扒手的 不过他透过整个扒手的那个电影 就讲了很多香港的风貌 他就是用 用那个镜头来 步出香港 一个一个地方去走 这个镜头本身就非常非常精彩 我觉得是杜琪峰最lyrical的一个电影 不可惜可能在台湾不知道有没有放 大家有机会的话去找来看看 我推荐大家看这个文缺这个电影 文缺是扒手 香港是 不过扒手到处都有了 不过在香港的那种扒手 是怎么样子的呢 可以去看看 然后他就说 这个就是 现在也不用了 文缺这个用法 现在香港也不会用 这是老一辈的说法 好 他是整个事情 你看他的情节里边 都是象征很多的事情 没办法有好的结果 都是会 人没有很无奈 无力去主宰 那种的飘零的感觉 里边他讲电影 就讲梦断成熙 这种West Side Story 也是一个悲剧 大家知道原来就是 那个Romeo and Juliet的一个现代版 其实说这个故事就会这样 是一个比较悲凉 苍凉的 所以 不过他用的手法是非常 非常潜意的 很袒露的写法 不过在这种潜意的文字 背后有相当深厚的那种感情 透过这种的表达的方法来带出来 然后 没有很dramatic的 很戏剧性的东西 没有 不过呢 他就是这种淡淡的那种的故事 这样讲出来 他既说 他是在写岳辅 叶辉说我在写岳辅 他要写民间的部分 不过我觉得 他叶辉不是 不是那种真的是民间的人 叶辉才是有自分子的头脑 所以我觉得他写的 不是岳辅 其实在写信岳辅 是像杜辅 远枕 白居易的他们 好 那我就 再回头再看这首书里边 就是说 他有一种的 本来讲风景的话 应该是一种 所谓 我们所谓的文学研究的书语 所谓病实的 当下的 眼前的 不过呢 他就用那个流水 来讲空间 流水讲空间 然后再带来的背后 就是那个时间 时间在透过 他的那种流动的方式 来把整个那个空间 带到历史去 这个就是这首诗一个 非常特殊的一点 我们看到里边 有一些光影的故事 或者有一些故事的情节 你可以发现 他怎么从黑白的电影 其实黑白的记忆 到这个日式曼的 这个是彩色的记忆 不过这个记忆 还是到今天 这个日式曼的 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了 所以你看到这种的 历史的那种的变化 然后这个流水 我刚刚讲到 上游下游 一世露了一个人字 一世人流流长 然后呢 他就坐在车上的时候 窗外是流过 他用流过来讲 那个风景的变化 然后他就问 到最后再问几点钟 发现如果大家 有没有注意呢 他那首诗的 那个时间的变化 相当有趣 他本来是在讲过去 对不对 他爬手 把他东西都爬走了 然后他去报警 然后警察把他 把他送上救货车 因为他大概是 给那个给人打了 然后呢 他就送上救货车 然后呢 车窗外流过 流过 流过的是当时的风景 然后呢 这个流过 然后就变成他说 这个他说的出现的时候 就表示不是在当时了 他是跟那些年轻人在说 他说什么什么什么的 因为他说的 已经不是那个事情了 他说的那个时间 已经是 七一已经嫁了人了 师父已经过了身 时间跟这个 他坐在救货车 应该就不同的时间 这个就 大家有没有看到 香港有一个电影叫 坐在 怎么说 这个那个 飞 我都不知道 用普通话又忘了 到大浦的一个红温 有没有看过 有一个电影 香港陈果 一个导演 就说坐在一个 晚上 一个小巴 就跑向那个 大浦 大浦是我现在的 工作的地方 这一个红温 温的意思是 小巴 这个红色的小巴 香港的小巴 有两种 一种绿的 一种红的 红的是特别有趣 最忙命的 那种的飞奔的 那种的不要命的 所以大家要尝那种 试试看 才算是来过香港 好 你看 迷人到了 他说 已经又回到 一个什么地方了 已经是 这种的时间 怎么去流动了 流过了黑白的 流过了平安大厦 等等等等 然后说 百嘎佛就 糟糕了 这意思 糟糕了 现在几点钟了 那几点钟 他忘了买 忘了去买这个月饼 双黄莲蓉 去买月饼 穷华是卖月饼的地方 叫我下车 那这种的时间 你看到这一段里边的时间 来来去去 一直就在飘动之中 在移动之中 究竟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间 他脑袋里边是在哪一个 长河里边出现的那种的 不同的形象 这个是这首诗里边 最有趣的部分 然后到这个部分 究竟他是不是已经神经病了 他已经神智不清了 他已经是 不知道他身在何方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些的部分 好 我们再来去稍微回到 大家可能会碰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所谓的地方感 我们讲地方感 其实是一个理论家 叫一个华裔的人文地理学的学家 叫段义夫 大家可能如果是对这些地理学有兴趣的 特别听过他 他是所谓的人文主义的地理学 他不是文学理论家 不过他讲的部分 对后来很多文学研究都有影响 他就分了地方跟空间两个概念 地方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 我们常常讲 这个是我的地方 这个是谁谁谁的地方 这个我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地方是一个名字 然后它是空间 空间我们讲物理 讲什么的 也会讲 这个我们有一个什么的空间 不过它是空间跟地方 是两个概念 空间就是有物理的概念 就是一个space 然后呢 地方呢 你会给它某种意义的 This is my place 这是我的地方 是my place or your place 我要去你的地方 还是我的地方 所有的地方 你就给它一种的感觉 给它一种的价值 给它一种的爱恨情仇 那种感情就富裕在里边 所以 所以呢 地方跟空间是两种概念 我们怎么把一个空间 变成一个地方呢 往往是透过一个过程 把你的那种的感觉 把它放在里边 我用这个概念的话 我会来讲香港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香港就是一个地理的空间 从来就是一个 最早的时候 据说是一个荒芜的一个小岛 没有人理的 然后就人人来来往往 哪一些人来的这个地方 也可以随时离开 没有固定 不需要固定 也不需要特别去理它 不过 你会怎么去看这个空间呢 如果是你觉得 这个是你的一个地方的话 你已经有感情放在里边 或者说 这种感情 可以正面 可以反面 你可以恨它 你也可以爱它 你怎么恨它 爱它 或者爱与恨之间 怎么摇摆 这个就是你已经是 把你看成一个地方 香港只能是 在一个地方的意义里边 它的文化 它的社会 才真的是一个 我们觉得是 人活着的一个地方 不然的话 就是这个空间 来来去去 不需要理它 管它 所以香港 我们会讲香港文学的时候 我就会常常会关注 它怎么把这么一个空间 就看成它的地方 这样的话 它就有这种的感觉 这个地方 就是它可以抒发 它情感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华盖 它怎么去看香港 它是一个从南下的 然后它在那个 米顿道上面 它对这个地方 感情怎么放进去 要不要放进去 它这种 这种的抗拒 或者说迎合的过程里边 它有所摆当 你看到它最后说 我爱你 这个爱是什么一种的爱 然后那个 再来是叶辉 叶辉是一个文化人 不过他会想到 他过去 他经历过的很多的事情 他当然这个老人 不一定是他 我想也不是他 然后呢 他就会用这个老人 他理解的那种的 面对历史的变化的时候 他怎么去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种地方变成是 现在有点 有点危机了 因为变成坟墓了 变成一种不可掌握的一个地方了 不过这种不可掌握的话 他怎么可以再安顿他的心灵呢 回忆 他的记忆 这种历史感 过去的 这种过去的 是来帮忙他来存在这个 他已经开始有恐惧感的 面对这种地方的那种感觉 好像会消失掉的那个部分 现在就透过这种历史 这种回忆 把他带到他面前来 究竟这种可不可靠 这个是一回事 不过问题就是说 有这么一种的情况里边 就是每个人去面对这个变化的时候 用什么方法来掌握这个空间 还是能不能变成 还是他的地方 还是My Place 好 不要讲太多了 已经够了 先讲到这个 我就非常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真的非常谢谢陈国秋老师 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 而且又这么深入的演讲 那么陈老师呢 刚才是透过香港最重要的一条街道 我们刚才已经说到的 弥敦道 而且是一世流流长的弥敦道 带着我们认识香港 也认识香港文学 然后他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历史的沧桑 文化的变迁 那么同时呢 又经过非常细致的文本分析 让我们看到了文学 怎么样去呈现所谓的地方感跟时间流 那真的是非常具有启发性 虽然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可是我们觉得机会非常难得 所以在这里还是开放两个问题好了 好不好 我们来跟这个陈老师请教 所以请同学们把握机会 我们先请最后的那位同学 请同学提问的时候站起来好吗 而且先介绍一下你是什么系的叫什么名字 我是龙金系的二连级学生 我叫刘敏 我是来自香港的 所以很高兴能请到陈老师 你来台大来讲一下香港文学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香港人 从小就受香港的教育 但是因为我大一的时候 曾经上过台湾的国文课 老师就要求我们 因为我们都是乔生班 他们要求我们来自马来西亚 来自香港 来自澳门的 就介绍一下我们本地的 现代文学的特色 抛实在话 除了金庸 除了爱红 我真的都讲不出 我们有什么文学 值得人家去看 然后我今天就听到老师有介绍 我就觉得很感动 因为我想说如果你早一点来演讲 那我早一点听到 我就有多一点的东西可以分享 不会觉得我们香港文学这么刚悍 我就真的分享不出来 或者是我从小就没有受到很浓厚的教育 是香港文学这一部分 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觉得 香港人如果都不懂香港自己的文学 那是不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像我在台湾念书 我都认识现代文学之父赖何 都认识白鲜勇的话 那我们除了 我觉得金庸写的小说 而武侠小说虽然是好看 但是我还不是完完全全程念完一整套金庸小说 我都是看电视剧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不是很悲哀 在香港人完全不懂香港文学 然后你刚刚讲的那两个华盖啊 金庸啊都是我听老师讲的 我们从小都没有在看 那这是教育出现问题吗 还是是我们学生的就是积极性不够吗 还是怎样 对所以就想请教一下 谢谢 好 香港文学什么一回事 我先这个学期我在政治大学课做 我就开了一门课香港文学 所以简单的话 有兴趣的话来听 随时欢迎 我的课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一个人 愿意来就来 香港文学 我念书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香港文学是什么 我在港大读书 香港大学读书 老师 香港哪里有文学 香港没文学的 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读古代的就好了 现代文学也讲很少很少 基本上我们读书的过程里边 现代文学占非常少的 香港没有文学 所以不用讲 不用担心 他们的说法就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要讲香港文学的话 我曾经讲过 我想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话 其实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是我们在发现香港 发现香港文学 我现在这几年 因为我的兴趣比较庞杂了 什么都碰一下 不过我对香港文学的感觉 是来自于什么 我感觉上 我跟香港这个土地 是分不开的 我是从这个地方成长 这个地方是提供了我 让我会思考 让我会爱文学 让我对语言会感兴趣等等 各种各样的事情 都是香港给我的 所以我就想说 我要不要知道 他过去是怎么样 我要知道 他其实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现在我跟朋友 我一群朋友 大家在编香港文学大戏 我们就是编 1919年到1949年 这个更 大家更会说 香港哪里有文学 那个时代 中国大陆在 在当时是内地是五四运动等等下来 就是说香港那个时候哪里有文学 香港那么方无的地方 那些 那些 一个是鸟不生蛋 一个没有文化落后的地方 我想这样去理解香港 不一定准确 我们就在编这个过程里边 就一直在发现香港 然后就去理解 原来香港 有那么多人 用他的语言 来表达他在这方面的 在这个土地上面 他的成长 他的生命 他的感觉 他的经验 他的喜怒哀乐 这些部分呢 我觉得 当然我们说 那你是香港人 所以你会关注这个 香港以外 我们才不管他 世界那么多地方 理他干嘛 那我会讲 我会希望 香港的文学 如果是你了解的话 对其他 其他华文地区 他都会有感动 都会有感觉 会也可以对照 也可以参照来去理解 更何况 像我刚刚讲 香港就是一个空间 原来 就是都是来来去去的 这个这种状况底下呢 就香港跟好多其他地方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关联 比方说香港跟台湾的关联 可大了 如果像五六十年代的话 文化的那种来往 非常非常的频密 我现在最近也了解 很多研究台湾文学的人 也开始关心 港台之间那种的 交流 那种的各种各样的 那种的关联 这些部分呢 我想我们 关注香港文学 一个是我爱香港 就像我 I love Hong Kong 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香港 不是香港人 看就好了 香港的文学 我们大家来看看 应该会有很多的 互动的地方 而且 的确呢 看到这个部分呢 你会更了解 比方说台湾的过去 比方说中国大陆的过去 比方说马来西亚 新加坡它的过去 你都可以在香港找到 这些相关联的部分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会 像我刚刚讲 没讲的 就是说 我们讲地方的时候 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 地方感 另外一个是 地方意识 我的把它分法 就是说 地方意识的话 常常是 exclusive的 排外的 就是说 我就圈起来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你的 你不要踏过来 不要趁热我的地方 这个是地方意识里边 地方感的话 另外一种的态度 地方感就是说 我的认同 我认同这个土地 不等于我要排除 其他的那种的干扰 比方说 我喜欢香港 那我也希望 别人会喜欢香港 我也会 因为香港就是 跟外面会很多的来往 我也会爱 跟香港来往的地方 就是那么简单 就不会说 我跟你分开 我不要跟你同在一块 这个是我的一个感觉 因为香港就是一个 这么一个 没办法守在里边 外面什么都不管的 一个地方 不过怎么去 把这个变 看成我们的地方 而不是一个空间 我可以乱来 可以去 就是去抢购奶粉就好了 这个是你是爱香港吗 你是把香港看成是什么呢 这个是 我的另外一个想法 不知道有没有 是不是回应你的 不过 把我的一些想法 跟大家报告一下 好 谢谢 那我们再来 最后一个问题 我刚刚看到这边 同学请 老师好 就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是土木系三年级 余秀介 然后 就是我想要 就我感觉到 就是一开始 我们中国 应该整个华语文学 这个圈子里面 就是 从比较早期的 包含金庸 然后台湾可能有 穷瑶之类的 那我们在书写的那个内容 其实跟现实的关联是很小的 就是这个文学好像建立一种 就是另一个世界的想象 让我们去进入这样子 可是到了就是 就是越来越现代的时候 我就开始感觉到 就是那种在地化的 包含就是城市书写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文学已经不再只是一种 纯粹的想象 反而是一种跟现实 可以有非常紧密互动的关系这样 可是在这样子紧密互动的关系 建立起来之后 我就发现说 我们要去体会一个 其他地区的一个城市书写 就变得有点困难 就包含说刚刚看到那一首 《弥敦道》那首诗 其实老师讲到很多 就是里面的诗的手法的运用 是如果我们不是住在香港 然后我们不会说粤语 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那我就想说 这样子的阅读经验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跨越 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另外一种 新的阅读方式 还要包含就是老师自己在看 可能是其他地区的 例如说台湾的城市书写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心得 谢谢 这个问题很好啊 就是说我们怎么 我们阅读的时候怎么阅界 怎么跨越那种界限 阅读的过程里边 肯定会有相当多的部分 我们要解决的部分 不过我们就先不讲 这个不同地区的 我们讲不同时间也好 不同时间也会不一样 像我刚刚讲 这首诗 比如《晶晶的诗》 它用的是老一辈的广东话 现在年轻的一辈的 不会这样讲的 不过他们有一个成全的机会 比如父母亲老一辈 这样的话就会联起来 如果是说我们再把这个时间性 把它再延长 那我们对古代的 对李白的 杜甫的 这些我们都觉得很爱读 不过这些事我们都懂吗 我们是没有人解释的话 我们都懂吗 不见得 我们都是经过某一种的方法 比如说是读解等等 帮我们去打通这些 阅读的那种的困难 那我想这个部分 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 也可以在 差当的那种 比如说普通 一种的介绍 就可以超越了 超越的部分 就会找到一些 比较我们所谓的 普遍性的部分 比较那种的 universal的部分 然后除了 那个差异性的话 我们也可以对照 比如说很多广东话的 那种的表达 你就会看 如果是用台语来表达的话 会怎么样呢 台语的时候 又会做成什么效果呢 这种广东话的意义就出现了 不会说 我们看到 这样我看不懂 我不理他 所以像我现在天天 就打开电视 就看 我爱美金 有没有人看 好像没有人看 我问过我的学生 没有人看 我说我爱美金 有没有看过这个公式里边的吗 我觉得现在很多台语 我就是想学台语 我来台湾当然要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希望可以透过我的方法 来掌握台湾的那种的感觉 那我想每个人 其实也应该有这种的态度 去看我们还不认识的地方 我们读书也好 我们去上课也好 还是要用一种的 make effort 我们用一点力来打通它 这个部分我不见得是 我困难到是没办法的 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借助一些的工具来帮忙 工具书 问问老师 问问朋友 不过问题是说 这个你有没有得意 你能不能用这个部分 如果是有的话 这种 effort是好了 因为如果是 比方说功课我不懂 我要努力去做 做好的话 我可以拿分数 我的学问会更好 这样子的话 就表示你make effort 你用的力 是有效果的 有意义的 我想我们就用这个态度来讲的话 应该可以超越这种困难的 简单回应 谢谢 谢谢 非常谢谢陈老师 今天陈老师的演讲 似乎是带来一把钥匙 打开了 让我们可以一起通向 香港文学的大门 也让我们看到 香港文学 它的丰富 它的美好 那么希望我们的同学 在今天之后 能够因此对香港文学 产生兴趣 而且开始实际上 阅读 相信我们也会 爱上香港文学 爱上香港 那么在这里 当然我们会希望 同学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不要忘记陈老师是 香港文学大戏的主编 他的这一套文学大戏 目前我们图书馆已经有书了 可是还是会希望 有兴趣的同学 如果说你们可能的话 不妨去把它买回来 当作自己的藏书 我相信经过竹篇的细读 大家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 今天我们陈老师的演讲 就到这个地方高一段落 谢谢 我们谢谢陈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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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